男子頭部離奇重擔 竟是前同事尾隨開槍 你跟他身仇大恨嗎 帶著安全冒造警方逮捕的 就是涉嫌29日在捕裡 開槍殺人的39歲無性嫌犯 我們被他堅信以後 他也坦誠行凶 我們也是在住宅期後 煮蛋兩顆 無性嫌犯和潘信被害人 是礦泉水公司同事 但彼此有嫌隙 他懷疑對方打小報告 害他失去工作 29日當天 他等潘信被害人下班後 開車尾隨 直到接近不立高中時 就立刻超車和對方並行 接著拿出遇藏好的手槍 朝對方頭部射擊 然後加速逃逸 警方調閱監視器畫面 發現無性男子涉嫌重大 當晚隨即逮捕到人 並在嫌犯的代理下 找到犯案用的槍支 因工作摩擦警開槍殺人 無性嫌犯家屬也感到訝異 而潘信被害人 右側太陽穴中槍 子彈卡在腦中 雖然手術後取出彈殼 並轉院治療 但生命依舊垂危 家屬最後決定放棄急救 反家後把管 身後留下老婆和兩名年幼子女 東新聞綜合報導